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吐羊的频道 我是兔兔 上次有一集跟大家分享 产后遇到哪一些问题 其实在过这一段时间内 我们有做了一些调整 这也要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遇到问题是会做改善的人 对 你可能看着自己这样的变化 你会越看越忧郁 产后荷尔蒙如果还不稳定的话 就会很容易就有忧郁症的发生 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等到你很明显的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这件事情不是只是用在产妇身上 你在生活上也是 如果你一直在抱怨某些事情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而不是一直花时间去抱怨他 或者去发现他而已 可以想想看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 针对上次遇到的问题 看看我们做了哪些调整吧 上次提到了关于情绪上的问题 一生完小孩之后 其实就瞬间进入人妈妈这个角色 我爸爸也是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家长 小孩出生那一天之前 你只是一个准爸爸准妈妈的这种角色 可以理解小孩要出生 可是其实不能理解的是 小孩出生的时候要面临的那些事情 应该OK 但实际上是 你还有其他的外在因素一起参进来 你就会发现 其实没那么OK的时候 压力就会来了 我快要生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磨刀霍霍的 觉得说 太好了 我去生小孩生完小孩之后 我要回到自己 生完小孩我又是我啦 你在那边想着 我要回归自己 出来之后呢 忽略到 你要照顾这个小孩的生理需求 你其实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他身上 当你照顾他的时候 又想要成为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取舍去取得平衡 所以其实那一开始是蛮失落的 你会觉得我明明好像拿回一半了 我身体拿回来了 但我却又被另外一种形式的绑住 当然听到这边很多人会觉得说 小孩出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没错 这是事实 可是另外一个是比较像是情绪上的 情绪上的过不去 跟爱不爱这小孩 我觉得是两件事情 对就是没有办法 你看表面 就去judge别人怎么样的 有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蛮明显的 你会开始若有所思 恭喜那时候 刚好一 round的奶啊 或者是他在睡觉了 除于一个 你暂时有短暂喘息空间的时候 你就会 就这样 就是你好像在想着什么 但看你那个样子是觉得想的东西不好 没有想到这么累啊 我如果只有这么短暂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能做什么 大概是比较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有觉得说 好我可能尽量帮你多争取一点时间 我们的做法就是我carry大部分的照顾的工作 因为你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 可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就会比较快乐 你就会跟我分享说 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好爽 因为这是一个自己的感受吧 每个人感受不同 也许你的快乐来自于你跟小孩相处 可是我们的快乐来自于 我们要跟小孩相处 我们也要拥有自己的时间 我们还蛮看重各方面的平衡 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平衡 没错 现在已经九个月了 我觉得现在已经达到一个 完美的平衡 我觉得我们也熟悉 他在保姆家的那段时间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事情做完 该陪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专心的陪他 选择保姆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就是保姆的方式 也要跟我们是不够的 就例如说他吃跟睡觉的方法 他会固定时间吃固定时间睡觉 然后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的配合 双边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时候 这样子带小孩的模式 也会非常符合我的生活模式 所以现在我觉得 很不错吧 我觉得很好 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真的习惯当家长 用了很多方法一起辅助 九个月 就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平衡跟整循环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会连带影响到情绪 当你这些烦恼不快乐的事情都解决了 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好 对于小孩的包容度也会跟着提高 没错 接下来就是当时提到落发问题 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明显到不可忽视的状态 上次我拍那支影片的时候 头发整个就 就是很贴 发型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情况 你们知道吗 这个发型真的很好笑 这是不是就是鸡窝头啊 Oh my god 一生中没有这种情况过 造成我很大的压力 而且头发是人的第二张脸 至少它在我身上是很重要的一张脸 就是我很吃我的发型 而且那时候很多人都会称赞说 你的头发到底怎么维护的 就是好漂亮很好看 然后突然就变得海苔 就我曾经去剪头发 剪一剪之后他就开始 一直这样帮我剥头发 你可以想象我这颗头发剪了一个小时 而且他理发师还跟他说 很有感觉喔 意思是说你这颗也剪太久了吧 总之就是他跟我头发真的谈恋爱的夸张 就是我头发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这样 所以突然间没有头发 我就觉得你很崩溃 很自信的那一块直接被敲烂 会让一个人真的变得非常没有自信 长的过程我觉得都小小的煎熬 因为你的发型正在进入一个 很荒谬的改变 我后来就非常注意头发的护理 所以我从洗发间就开始帮兔兔换 最好是不要有添加物 最好有一些帮助头皮 强健发根的成分在 我后来给兔宝选择的是 生挪威的新生灵芝养发育 它除了MIT的发品品牌之外 不含药物不含雌激素 怀孕的妈妈或是产后妈妈 还有再哺乳的其实都可以使用 还添加了丰富的维他命 补充头皮养分让发根更强壮 除了肠后弱发问题 其他头皮有状况 工作压力太大 比较累的时候头皮状况就不好 或是发炎 其实都可以使用这一种 对头皮比较好的洗发精 我原本其实是一个 不太会换洗发精的人 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 弱发的情况的时候 我当然会好好就是 全用发品 对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不太刺激啊 这种发品 我觉得就很重要 生挪威 净化头皮养发调理液 特别针对不健康头皮设计的 它是提供一个 好的环境让头发生长 但是又不完全只有针对 弱发有这个需求 压力出油啊 头皮有些状况 有些头皮会长痘痘痘之类的 那其实都非常推荐可以使用 我跟妳讲 护发真的很重要 我们之前在IG上面 有介绍过一块 生挪威免冲洗结构护发素 连发丝哦 也是很用心的去护理它 因为我已经胜到 没几根毛了 你下面还不好好护理它 因为我是会用热造型 像我现在拍片 我一定会热造型 热造型前 一定要对它做一些保护 这样子 对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洗头之前就有护发 只是我觉得 你强力的保护你的头发 到热造型前后 都会加 免冲洗结构护发素 这是我们之前 IG REALS推荐的一个 抗热220度 瘦损法专用 它高小宝是欧洲首席调香师定制的 我跟人说真的很厉害 就是你原本头发 感觉真的没有光泽 但是插上去它就会很亮 很多罚品 尤其护发的东西 一放上去 很多就会全部纠结在一起 但是真的为了不会 而且它很香 哈哈 这很重要 接下来是我遇到肚皮的问题 上一篇期有提到 我的认诚文非常严重 因为它不能被解决 它就是伤害已经造成 肚皮很松垮这件事情 也许还有机会可以调整 蛤我觉得你看得好开喔 坦白说我远看 看不出来你的认诚文 但是我看得出来很明显肚皮松 我觉得肚皮松视觉上的影响 其实比认诚文还要严重 我对认诚文后来已经还好 是因为我的屁股上 其实都是那个成长文 其实成长文就是认诚文 就是因为 青春期 拉扯 长大太快了 所以我习惯认诚文 这种东西已经很久了 就像你说肚皮这个 我后来也觉得很严重 而且肚皮的松的那个 它会有种垂下来的感 很轻微 原本应该要腹肌的位置 那它会有一种微笑曲线的感觉 对于这件事情 解决方法就是 我带他去医美咨询嘛 都还是可以先去评估 至于要做什么疗生 那就是之后的事情 评估的很重要是因为 我当然去评估 我才知道 其实你的问题蛮严重的 伊森评估也是觉得 以复原状态来说 没有很理想 之前我们有做的是 电音波的拉提 对 我是觉得改善蛮多 至少那个微笑不见了 除了这个之外 我当然就是 脸部会做什么保养 我就赶快给肚子也做保养 用心对待它 它好像还 给你回馈 我真的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种心态 只要这个心态出发点 是这样子的话 也许你的肚皮 就可以善待你很多 有啊 你目前的头发也在给你回馈 我就越长越好看 而且我觉得我长出来的小毛们 大家都乖乖的归位当中 它一开始这样全部飞起来 长长了嘛 它就掉下去 好不容易想说 大家都掉下去得真好 可是我忘了估算一件事情 就是头发其实掉了好一阵子 也就是有许头发现在是一公分 有许头发两公分 三公分四公分 因为大家不同批掉的 所以现在头发就是既有 这样子长度的 也有这种飞起来的长度的 就是百花齐磅 好棒喔 嗯 再来就是有关腰不舒服的事情 腰痛是生完大部分人都会痛 那个是压迫 第二就是你在养育小孩过程中 有很多地方可以造成腰痛 洗澡什么的 我跟你说只要用的东西都不对 很容易就伤到腰 我没有生我的腰 对啊你也很容易受伤 有啊是我后来都改啦 你就联想到洗澡要在浴室 试一次发现根本就不可行 腰真的会断掉 所以后来才用到那个 霸台那边洗 因为我可以站着 我之前是因为带他回基隆 在沙发上帮他换尿布 我就弯腰帮他换 我就 哦 然后我是因为去工作 只是因为走路走比较久 半小时 30分钟 直接腰痛 随行的人有人会 类似整腹那一种 会帮忙推 还有立即帮你做处事 我觉得好很多 我觉得差超多的 然后他有说这个 定期去整腹的话会改善很多 且间后帮你用两次 我觉得你就好很多 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你都生完小孩这么久 你应该要恢复正常 该体也提 不要在那边怀孕不能提 生完也不能提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体谅妈妈 因为他有一些伤害 不是那么快能够回复的情况下 但是有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然后你还一直去伤害他 对 我觉得这个是 产妇的家人也要一起支援的 很需要 只是拿一下拿一次 一整天下来拿个五六次 他腰伤不伤 每天这样子 30天这样子 一个月就要伤他30 不要算 很多次 那接下来是体态的部分 生完这个体态是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包含你带小孩这件事情 因为你抱小孩有时候你的那个 失利点不对 你就会屁股就是可能 骨盆前傾 就前傾这样去抱 因为你会让他想要让他放一个地方吗 就是这样子去抱 这也是造成一个人没有那么少女的原因 年纪也是 代谢会下降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体态就会改变 这就关系到基因跟体质 脂肪去哪里 每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 有些人下半身 有些人上半身 有些人是腿 有些人是手臂 堆积是不可避免的 那我们就有发现 啊带小孩虽然很累 但是 嗯 体态还是要顾啦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有发现 体态之所以改变是 从日常的累积 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就像我刚刚说抱小孩 你一天这样抱也还好 两天这样抱也还好 但是你对他 照顾的强度其实很强 然后你这样子抱了一年 持续性的 然后你的那个体态 就立刻会变成一个 不一样的状态 而且如果说为了顾小孩 有时候很匆忙 你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 那个饮食不当也会造成 危害健康的一个因素 我还没有生公血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奇怪为什么 这个人生小孩前明明是怎么样 生小孩之后立刻变成什么样 但不是胖瘦的那一种 应该说自己也当了妈妈之后 你就发现日常的这种累积 真的太多了会影响到 也有注意就是不要让自己可能变负重 所以我觉得运动也是很重要 增加代谢 就很奇妙很多人带小孩之后 就会变胖 可是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带小孩就是很累 你很累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会想吃东西 因为你很累你需要能量 这是很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重点是要不要去换一个方式 用比较正确健康的方式 去应对带小孩的辛苦 如果你有意识到 然后你想解决的话你就解决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OK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不包了你的话 就把它放回去也没关系 那只是因为 我们觉得很困扰 解决方法是这样 那分享给大家 那我还是想要再说就是 我在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 那些家长不怎么样怎么样 想都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当了妈妈才发现 对有一定的限制与难度 我当然同时也可以明白 有些人会说 小孩是女生为什么我也要变胖 看来翻桌 有多少家庭都是妈妈生 然后爸爸一起变胖 因为我自己照顾小孩 我知道 因为真的太累了 你就是会 为了要让自己维持动的状态 一定要补充能量 不然你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要一系列的 把问题一起解决 怎么调配跟小孩之间的平衡 饮食要怎么样 也一起拉到平衡的情况下 像我觉得现在就状态很好 我也不太需要 靠巧克力来补充我的热量 就是这个改善 不只是很简单的改善 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 千一把动全身 因为毕竟你就是多了一个 生命要负责要照顾 你要怎么样再确保 它一样可以获得 照顾还有爱的情况下 然后你去做调整 彼此整个家庭的平衡 花了很多时间去 不断调整 我觉得其实光发现问题 就花了很久的时间 上次那一支发现问题的影片 是我大概 恭喜六七个月左右的时候 发出来的影片 代表生了恭喜后 大约六七个月才 好像理出了这些问题 因为你前面还在体验 而且那个体验也要好多次好多次 重复的验证 过往之间全部累积下来 我觉得可能原因是什么 针对推论出来的可能原因去做改进 然后又花了两个月去做改善 而且它的成效可能也要时间才会出来 要怎么知道你改善的有用 就是你的生活达到了一个平衡 让你舒适 不会痛苦不会觉得负面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状态 如果你会因为这样的调整 停止了过往的那些抱怨 挣扎的话 我觉得都是有用的方法 但其实我要讲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相信在这个育儿的路上 我们即将面对无数次的发现问题 以及无数次的调整 但我觉得我比较真相 我觉得重点是你有发现问题 而且你愿意调整 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都觉得是很好的 一定要再讲一次 每个人家庭的问题不一样 也不用说兔子狼有这样 你们就特别的紧张不需要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自身状况不同 而且每个人解决方案也不一定会一样 我们只是分享 什么事情很困扰着我们 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获得收获 如果需要的人 你们就可以参考看看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里 真能为的那些优惠 我跟大家说 我们是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现在它有一个优惠组合 新生灵芝组合都还有折扣哦 我们把资讯就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来 让大家能够去参考咯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想说拜拜